世界上最多的五种假币 第五 卢比 在过去十年当中 印度储备银行共发现了427万张假钞 金额更是高达510亿美元 而印度卢比真币的总额也就1400亿美元 照此推算 在印度流通的货币当中 假币就占了四分之一 第四 比索 根据墨西哥银行公布的数据 每100万张钞票中就有71张假钞 这令政府感到非常头痛 虽然政府有要求民众主动上交可疑钞票 但效果仍不理想 第三 欧元 是欧盟各个国家使用的货币 由于广泛在各国间流通 拥有假币的几率也大幅增加 根据数据显示 平均每2.3万张欧元纸币中 就有一张是假钞 其中 伪造最多的面额是20欧元 其次为50欧元 第二 美元 由于美元在国际的流通性与使用性上非常广泛 这导致了伪造美元一直以来是无法根据的问题 其中 伪造最多的面额是20美元 海外为100美元 第一 英镑 与其他伪钞不同 英镑最多的伪钞并非纸币 而是仿照难度较低 容易流通的硬币 在2009年时 每40枚流通的一英镑硬币中 就有一枚为假币 比例高的惊人 直接导致政府推出新币 那么问题来了 你知道 最难造假的货币是什么吗 你 是